今天是1月20号 现在我们是在扬州 现在是晚上的11点半了 今天晚上我们准备赶一下夜路 因为这两天早上的雾都是比较大 我看都是风路的状态 如果说明天我们走的话 肯定一直都是堵在路上 所以我们趁着晚上比较通畅 我们往前面先开一点 第二天的话就可以烧着一点路了 大白都已经困了 躺在卖鱼的腿上睡觉了 安静在计好了 我们准备出发 趁着夜色不堵车赶紧出发 这冲畅无阻啊 大晚上的 没上高速的 下面没怎么车 下面没怎么车 等下看看高速上有没有车 我们已经上到高速了 高速上的车也挺多的 真的好多啊 一点都没有减少 可能很多人也是怕堵车 都是大晚上走 一辆接一辆的 本来我还是想 现在晚上开快一点 我觉得我下一个服务器 我就要停下来了 前方四点 现在看着也挺慢的 反正就是累了 风速有二点四公里 用堵 这里又有点堵了 刚刚有个什么应急车道走了 又堵车了 更加坚定了 我要下一个湖去休息 去睡觉去吧 反正都堵 明天堵就堵 睡好了 都说 我以为晚上车位少一些的 我终于今天也算见识到这个车 有点痛苦了吧 大晚上已经过了12点了 还是全是车 大车从应急车道走 哇 这大车从应急车道 这大车从应急车道 好像我应急车道 超越 好多从应急车道超过来了 这些躲全往应急车道走 没啥意思吗 一二都走 一二走应急车道了 这里没有写的运区 有运区车道拍照 限速120 有运区车道拍照还走 天啊 都没被拍下来的 拍下来说实话有活感 现在是1点07分了 实在是开不动了 开不动了 开不动了 就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 哎呦天 看着服务区的车 一辆街一辆的 这么大的停车场地全部都停满了 就路牙子边边上全是停满了 哎呀 哎呦 这边有好多人直接就都睡在车上了 这边车天哪太多太恐怖了 这就是春运啊 这地上你看地上全是垃圾啊 因为路过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哎呦 一点都没有减少人的那种气象啊 一直都是对吧 络绎不绝的 看看这个服务区 哎呦人超级多 女生卫生间在二楼 然后男生在这边 或许 跟个商场一样啊 这边真的是 人头惨动啊 这边生意都挺好的现在 时间不早了 赶紧回去睡觉了 睡觉明天早上早点出发 噢天哪 刚才路上就一直没有觉得 虽然是不堵车啊 但是车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睡得最像的就是大白了 上车睡下车还是睡 立马进入梦乡啊 看看在死呀 啊明天我们得早起啊 早起赶路啊 泡个脚接接罚 哎呀睡觉 还没什么啊 好啊 呃 什么呢 我 那 我